不知道各位玩家在跑遍了 動物森友會世界每個角落的島嶼後 都挖了多少礦石呢 那一上一下的鏟子又挖爆了多少吧 而在這琳瑯滿目的鐵礦黏土與石頭當中 最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就屬那金黃色的金礦了吧 當然還有金幣也是喔 而這個最令人喜愛的金色礦物 究竟除了販賣以外又能夠做些什麼呢 大家好我是沙皮 歡迎來到UGS頻道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一下 在動物森友會當中 這些金色的礦石 究竟能做出什麼樣的東西 好讓大家可以更了解這些漂亮的家具物品 究竟有哪一些 以防各位玩家跟他們插肩而掛 好啦就讓我們開始今天的影片內容吧 Let's go 在動物森友會當中 平日使用的工具極為的重要 適用於開發島嶼的核心重點 但這些時常使用的工具當中 它的外表是否讓你感到疲乏 甚至覺得無味呢 沒關係 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的 可是充滿絢麗彈簧 整把充滿金黃色彩的工具 也就是動物森友會當中的金色工具系列 那這些工具要獲得也是有一些條件的 像是黃金彈弓 玩家必須打滿300顆氣球之後 下一顆氣球呢 就會是黃金彈弓的DIY了 算是黃金工具系列當中 比較好取得的一種 那黃金斧頭的話呢 就比較需要下點功夫啦 各位必須使用斧頭伐木 並且損壞100把之後呢 就會出現在製作表當中了 這邊有一個比較快速的刷成方式 只要準備一把撿肉的斧頭 並找到一棵樹 然後敲個它每天每夜 接著只要達到次數之後呢 就可以獲得此方程式了 是不是很簡單的各位 快去找一棵樹敲吧 想像拿著黃金色的釣竿 相信在釣起魚的瞬間 會非常的霸氣吧 不過這邊我可能要先 戰稱這把釣竿為黃金釣竿了 各位 因為這把黃金釣竿的獲得條件 真的非常的可怕 方法只有一個 就是把動物森友會的 所有魚種都給釣一遍 也就是收集到所有魚種的圖鑑之後呢 這個DIY就會得到了 哈哈是不是很讚的各位 相信各位在玩動物森友會的時候啊 都會遇到那隻被沖上岸的小水手旅遊吧 說真的我個人還蠻可憐 這可愛的小傢伙的 真的好想請他到我的島上住啊 金色鏟子的DIY呢 就是從他手上獲得的 玩家們呢 只要幫助他30次之後 就可以獲得黃金鏟子的配方了 相信聰明的各位啊 應該看到黃金補充網 就會知道又是一把很乾的工具啦 其實就跟黃金釣竿一樣啊 玩家需要收集到 所有昆蟲的圖鑑後 就可以獲得 說真的真的是太香啦 這兩把工具 黃金澆水壺 個人覺得長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還有一個不錯的功能 那要獲得黃金澆花壺的DIY啊 就必須要讓自己的島嶼評價 先行達到五星等級之後呢 才可以獲得 而當你拿到黃金澆花壺的時候啊 還有一個特別的功能 就是對著黑色玫瑰花 澆水數天之後 就會在旁邊生長出一朵金色的玫瑰花了 是不是很棒了各位 另外關於這朵黑色的玫瑰花呢 我們在之後的影片 會再另外說明該怎麼獲得哦 那目前已經在用力的生產當中了 以上這些黃金工具呢 只要一個普通的相關工具 加上一顆金礦就可以製作而成 不過要注意的是啊 還是會損壞啊 但那久度就目前蒐集下來的資訊表示啊 會高上許多 我使用的黃金彈弓啊 是真的有這樣的感覺 沒錯啦 當然這邊如果有錯誤的話 也歡迎指證一下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們在前面影片當中 所介紹到有關流星許願這個部分哦 只要聽到閃亮亮的聲音 就得馬上收起手上的工具 然後仰望星空 當看見流星時 就按下A鍵許願 這樣一來 隔天我們的沙灘上面 就會有掉落的星星碎片了 這些星星碎片 其實與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金礦製作 有很大的關係 像是星座系列的用品就是了 其實在許完願後啊 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發現 海灘上面除了有一般的星星碎片以外呢 還有像是星座碎片以及大星星碎片 而這些碎片呢 都是可以用來製作魔法棒與神話系列 以及太空系列等用品 不過今天主要是講神話系列 也就是星座系列的所有用品製作 首先在製作以前啊 一定要先了解星座所對應的月份 像是目前四月份的話啊 所對應的就是牡羊座 大家在這段時間 所拿到的星座碎片啊 就會是牡羊座碎片啦 而這個牡羊座碎片呢 可以製作出牡羊座木嘛 只要三個星星碎片加上牡羊座碎片兩個 與金礦一顆還有石頭一顆 就可以製作完成了 那要拿到這個牡羊座木馬的DIY的話啊 是要透過博物館館長 複打的妹妹複科才能拿到的 之後所有的星座DIY呢 也是要透過他才能獲得喔 但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啊 關於星座的時間點真的很重要 要在當月對應的星座時間點 與他對話才能獲取該星座的DIY方程式啊 另外這邊先說一下啊 製作星星法棒的DIY也是透過他才能獲得 而且他出現當晚啊是會有流星雨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別的注意一下 那接下來會介紹每個月星座的出現時間 也算是一個小科普 可以讓不熟悉星座的各位更加的了解星座的時間喔 腳踏實地的金牛座浴缸 時間點是4月19號到5月20 泡起來應該會非常的豪氣啊 而這個富有魅力的雙子座衣櫃啊 時間點是在5月20號到6月21 個人覺得呢非常的漂亮啊這個衣櫃 充滿母愛的巨蟹座桌子啊 時間是6月21到7月22 雖然巨蟹座是充滿母愛的感覺沒有錯啦 但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桌子看了 我有點肚子餓 嘿嘿 充滿霸氣且不願意妥協氣息的四隻座雕像 時間7月22到8月22 呵呵這個我超級喜歡的 而且超級適合我啊 畢竟是我的星座嘛對不對 追求完美的處女座豎情 時間是8月22到9月22 新帝善良的天秤座天秤 時間是9月22到10月23 看似冷靜卻充滿活力的天蠍座燈 時間是10月23到11月22 這個燈飾啊看上去真的超愛的 尤其是他那個尾巴啊 嘿嘿 性格熱情的射手座見識 時間是11月22到12月21 如果被射中的話呢 應該真的會充滿熱情吧 很有毅力的摩羯座擺飾 時間是12月21到2021年的1月20 火腹自信的水瓶座水瓶 時間2021年1月20到2月18 喝下去的水 應該可以讓自己充滿自信吧 純真善良的雙魚座燈 時間2021年的2月18到3月20 看上去有一種 讓人非常溫暖的感覺啦 好的以上呢 就是所有星座的時間 與製作所需材料 而且它的時間線呢 是橫跨到2021年的 所以各位在每個星座的時間上啊 就千萬別錯過啦 趕緊取得喔 不然呢 錯過就要再等一年囉 收到家具與物品 算是動物森友會當中 最吸引人的一個設定喔 各種不同的系列組合 整個擺設起來呢 讓每個人都具有自我風格的魅力 可說是這個遊戲當中啊 最有趣的其中一個部分啊 那麼你是否想過 想要一整個超級豪華的黃金組合呢 今天這裡就報給你知道 到底有哪些黃金家具與物品 我可以說這個系列的家具呢 真的非常非常多 設計上呢也非常的土豪啊 不過呢 由於目前該如何取得 這些黃金物品的DIY 能查到與知道的資訊有限 所以我先說一些大概知道的部分喔 當然有錯誤或者需要補充的話呢 也可以請大家在留言處留言喔 我會再補充到置頂留言裡面 那目前已知有這個黃金竹台 與他下放的黃金棺材 人眾將會入土 但你會不會想要 能夠以充滿富貴的方式下葬呢 嘿嘿 說笑的 那製造的話 竹台需要金礦兩顆 而這個棺材呢 則是需要金礦八顆 超多 再來看看這個黃金棒棒喔 他算是國王系列裡面的東西 也可以當作變身法杖使用 整體來說非常的有質感喔 可以使用金礦兩顆 星星碎片三顆製作而成 設計圖的部分啊 可以從富科那邊拿到 再來是這組漂亮的黃金餐具 讓你可以用起餐來 每一口都可以吃到富貴的感覺 製造上所需金礦一顆 那說到餐具呢 就必須要有相對的環境了 這邊就向您推薦 黃金地板與黃金牆啦 讓你整個人都可以充滿 歐洲的富貴氣息 那製作上兩個 都分別需要四顆金礦 才可以製作而成 在用人的餐 有時候總會想要方便一下吧 說到富貴 就不能少了這個金馬桶 沒錯 你沒有聽錯 就是金馬桶 看這個 說真的 我都有點捨不得使用了 請問 可以拿去貸款嗎 同樣是可以做的 但卻可以讓你做出 霸氣來的 國王椅子 看看這個霸氣的設計 做上去 整個人都可以稱王啦 那當你有了王朝之後 怎麼可以 不能擁有 戰甲呢 推薦你一整套的黃金戰甲 這一整套下來的話 頭需要金礦五顆 身體金礦八顆 腳金礦四顆 說真的非常的多啊 那剩下的還有一些 像是黃金齒輪啊 獎杯櫃啊 金箔日絲拉門 金色骨蛇魚 金色招財貓 金條 金色糞金龜 以及製作上 非常誇張的 英雄機器人 好的 在介紹完以上這些黃金物品後啊 只能說 黃金系列真的都非常的豪氣哦 那獲取的方式 就目前所收集的資料看下來啊 絕大部分都是從平中性或者與居民對話可以拿到 另外有一些也可以從離端機使用離數獲得 像這個機器人就是了 總之呢 大致上就先 將這些目前知道的物品先整理起來 讓各位知道一下 若有什麼沒有說到的金礦類家具或物品道具啊 各位玩家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會在第一個時間直接更新到置頂留言處的 所以我得說 這些黃金系列非常非常的霸氣哦 而且如果有一整套系列的話啊 擺起來想必真的是非常的金幣輝煌啊 那目前也有算過 所有黃金系列所需要的金礦石 大約為112顆金礦 共有37樣物品 不過說真的 這樣的金礦量真的非常的驚人 我自己目前玩到現在 也才七八顆這麼多而已 可以想像到時候金礦石會變為交易貨幣也說不定啊 所以建議各位趁現在多挖礦囤積金礦石 到時候才好製作這些黃金系列的物品啊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大概就先到這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如同以往 如果覺得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按個讚並且把它分享出去 如果還沒訂閱的朋友們 也歡迎訂閱並且按下小鈴鐺 這樣你才可以收到頻道的第一個直播和影片的更新通知啊 好啦 今天就先這樣啦 我是沙皮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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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